地表最强生物犯马永次郎的实力竟然被人知 只见他深吸一口气 下一秒 这是百年一次的中华大类台赛 第一场的对战 就是中华全神刘海王 对战地表最强生物犯马永次郎 然而在东方的类台上 永次郎的实力却饱受质疑 为此武术协会专门准备了100块瓦片 他需要通过打破所有的瓦片 来证明自己的参赛资格 面对这种无聊的测试 永次郎还是第一次体验 随后将手掌轻轻地放在瓦片之上 在上万人的注视下 只见他深吸一口气 掌心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眨眼间100块瓦片就全部变成了粉 在永次郎看来这种无聊的测试 只不过是作秀罢了 随即对刘海王嘲讽到 靠这种花拳秀腿能证明什么 每天击打木板 瓦片 砖块 这种不能反击的物体 是因为他们不会反抗吗 只见刘海王缓缓地脱去外衣 浑身肌肉青筋爆起 哪里是个百岁老人该有的模样 永次郎眼冒绿光 迈开脚步缓缓地向刘海王走来 他倒要好好领教一下 画下五数百年以来的积累 终极大战一触即发 只见刘海王怒目原睁 气沉丹田 手指化作鹰爪直击永次郎的眼睛 可一遍突生 永次郎竟将手掌插进了他的脸里 难以置信 永次郎紧用一招就结束了战斗 正当永次郎觉得无聊 想要离开擂台时 却没想到 刘海王的徒弟猎竟出现在这 猎海王气得咬牙切齿 当即就要和永次郎决意死战 永次郎瞬间战一四起 表情也变得更加争吟 猎海王随即摆出战斗姿态 两人的大战一触即发 可就在这时 刘海王捂着流血的脸 颤颤巍巍地走向自己的徒弟 这是属于他的战斗 即便是死也轮不到徒弟插手 这就是身为一位舞者最后的分野 刘海王抱起再次向永次郎发起攻击 可没想到这快如闪电的一角 却被永次郎轻松躲开 接着永次郎如猛兽板 一记颠腿踢在刘海王的脸上 这次刘海王彻底倒下 一代大师就此隐恨西北 是我不爱